我們這次講到溝通和靈性 首先講溝通 這個是人的、人生的很重要的部份 亦都是人生的樂趣之一 你想想 如果你沒有人跟你聊天 每天都是自己得到自己 做人很辛苦 但是溝通有很多種的 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溝通 不是真的將自己去分享給人看到的 分享給人聽到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有些人分享一下 譬如他們聊天 兩個聊天很久的 旁邊的三姑 他在做什麼什麼 老婆在做什麼 他們聊了很久的 但完全是沒有將他個人的感覺 他的關心的東西 他的需要說出來的 聽完之後 好像都不太認識對方 除了知道對方 認識很多三姑和六婆的東西之外 對於對方未必是很認識的 那這一種 其實就不是個人的 即是法治它裡面 顯露出來的溝通 那時候就跟人溝通很久 慢慢說很多東西 都未必有什麼朋友 因為人們都不認識你 你慢慢說 你只是說了別人 你不是說你自己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男生就會說打遊戲 有什麼遊戲好玩 這個 那是什麼遊戲好玩 這種活動式的溝通 那這個溝通也不是關於自己的 那有些是父母 和子女 那有時候發覺 真的很難和他們有好的溝通 希望這個會幫助 我想給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研究出來的溝通 所以有一種學術性的成分 但是這個學術性 當你融會貫通的時候 是會幫助你的溝通 因為它是把你個人援露出來 就是分享出來 那你分享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它說 我說我自己好像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好說 但是人就是有興趣 和人有相連 你不要說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好說 那有本書叫做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它說為什麼我很怕 告訴你我是誰 那它跟著書下面就寫了 它說 因為我怕我告訴你 是誰之後 你就不喜歡我了 因為我告訴你 我是誰之後 這個就是我所有來的 所以很多人很怕告訴你 我會害怕 我會不開心 你知道我會不開心 我會害怕 就是不喜歡那個人 所以很多人就很怕 將自己說出來 但是越怕說出來 他就越沒有朋友 他就越沒有自信 但是我也看到 當然這個溝通 是選擇性的 就是跟人的溝通 沒理由你第一次認識 人家就猛講一下 我家裡有什麼發生過 我爸爸媽媽做什麼事 就是這些事情 人聽到的時候 他會說 第一次跟我說多話 就是要害怕了人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生活裏面 能夠把我們一些很真實的感覺 和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意念說出來 是的確令到人覺得很接近我們 在這個研究 這個叫做知覺論 中文翻譯得不太好 英文叫做awareness wheel awareness就是知覺性 我們個人都有知覺性 不過知覺性有高有低 知覺性高的人是怎樣 自己不開心就知道的 這件事不容易的 因為有些人 他差不多一天都不開心 你問他是不是不開心 他才告訴你不開心 他不知道他自己不開心 他已經習慣了不開心 或者他開心他知道不開心 他知道他為什麼不開心 這個知覺性其實 是對於溝通很有幫助 我問問問你們 你們真實去想想 譬如你起床 你今早起床 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你今早你記得 你起床的時候 你起床的時候 你預備回來 你可能吃東西 穿衣服 過程中 你記不記得 你當時 我只是問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有沒有留意到 當時你的感覺是甚麼 如果你記得的話 你可不可以舉手 舉個看看 即是有誰 你留意到你今早起床 不要緊的不用怕的 誰你留意到的 你可不可以舉個一手 留意到你自己內心的感覺 內心的感覺 對 內心的感覺 這個 感覺 即是開心 不開心 煩惱 好的 好 謝謝你 譬如這一陣子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感覺 這一陣子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很難說 有時候 我現在的感覺是甚麼 有時候會 即是有些感覺不是很強烈 有些是比較強烈的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感覺 我現在的感覺是 我們已經很涼爽 哈哈 好 好 這個就是身體的感覺 知覺 這個身體知覺 就是不同內心的感覺 內心的感覺 即是開心不開心 煩惱 興奮 不知所措 這些就叫做感覺 即是內心的感覺 那些是身體的感覺 身體的感覺 身體的感覺 知覺 知覺 對 身體的知覺 是不同的 兩方面是不同的 有些人說 我怎麼這麼深奧 即是 和我還沒想 有甚麼感覺 我很簡單 我很簡單地說一件事 譬如 你如果 回家發覺 有一個家人定了 開心 甚麼 那家人定了 假設 我不是說真的 沒有 這個不是真的 你一聽到 你 立即 你的身體會有甚麼反應 你的 心靈會有甚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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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會立即有感覺 即是會立即有感覺 想他立即發覺 OK 這個 這個是不是感覺來的 是嗎 這個是想 是願望 是的 願望有不同的感覺 願望就是 就是希望事情會怎樣 譬如 他病 你現在希望快點好 那是願望 為甚麼感覺這麼重要 因為感覺對我們是最大的影響力 即是一個人 譬如想起孩童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是的 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想到事情多些 還是想到一些感覺多些 感覺 是的 譬如家裡成長的過程 那些感覺影響得多些 還是事情 感覺 都是感覺 內心的感覺 其實我們裏面 是有一個 即是我們裏面的感覺 這個世界 實在是一個 實在太美好的 每一個人不同的 沒有 真的 我一生吃東西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 沒有了 這個是 這個是 覺得世界很美好 這個是一個思想 思想 思想 但感覺是甚麼 開心 開心 這個開心就是一個感覺 是好的 即是你會想到 這個世界真美好 那你會有感覺 開心 這個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吃都不會覺得開心 是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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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夠享受生命 是非常之好的 但有些人真的不懂得享受生命 好了 那我只是所說的 我們能夠這些感覺 其實很重要 為甚麼呢 譬如 我認為你是做媽媽的 是的 是的 你就是她媽媽 是的 是的 你就是她媽媽 是的 是的 她是媽媽 是的 是的 OK 不是 不是 她是媽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絕對是會知道 我會搞錯 不好意思 阿豹是媽媽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媽媽知道 你的內心的感覺 是會很開心的 是的 是的 真的會很開心的 譬如有一天 正義會告訴大家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會有甚麼感覺 如果有人說 我看到你真的很開心 那你有甚麼感覺 我未知覺 未知覺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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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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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很開心 是你 是你生同感受 因為她喜歡你 對 喜歡你 對 原來這句說話 原來這麼重要 可能我們覺得 不是很重要 告訴媽媽 我看到你很開心 可能覺得 不是很重要 但其實原來 是一種影響力 如果她很多時候都說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會不會真的 我會影響她 還是她影響我 我想問你 如果她真的說 我看到你很開心 看到你很開心 或者想到媽媽很開心 會不會令你開心 應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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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她對你的回應 她對你的感覺 是影響你 令你覺得 我的女兒真的 喜歡我 是喜歡我的一個女兒 我白天好 是呀 那個老師見到 很開心 那你見到 見到她 是呀 其實你開心 我記得我女兒很開心 是呀 你都不開心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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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然 是呀 是呀 好自然 很自然 買的表情都會出來的 是 就是 我家裡有幾個成人 我覺得 我老公對誰誰呢 我看到我沒有感冒度 是 他那些笑容 就是面部 是 是 就是你留意到她的面部表情 於是你知道她是開心的 雖然沒有講 但我知道 但原來我們人是有一種透明度 透明度即是甚麼呢 你看到人開心不開心 還有沒有表情 都知道那個人的 譬如有東西吃 大家都很開心 那個人沒有反應的 沒有表情 他是走過來吃東西 不過沒有表情的 這樣 是不是會看到那個人的不同嗎 是的 人的透明度也都令到人覺得他有一種真實感 一種真實感 原來是很重要的 你一生人中 如果見到每個人都沒有表情 好像那些科幻片那些泰洞人 每個人都沒有表情的 如果你見到人都是沒有表情 你會覺得做人是怎樣的 很樂趣 很開心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科幻片 毫無表情的時候 是不開心的 這個知覺人 首先我們知道自己內心 然後我們能夠說出來 人就會覺得和人有些距離 即是有一個接近 有一個接近 這個是溝通的 是一樣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這次 我很難能夠一次過 講完給你們看 怎樣去做 但是你可以開始去做 開始嘗試去做 這樣的時候 你在下一次我來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已經進步了 這樣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是要看一種新的 可能很多人來講 可能沒想過的東西 這個知覺論講到有幾樣東西 關於我自己的 為什麼我們要講我們自己呢 這個不是自我主義的 而是被人感覺了我 我形容人是怎樣呢 人是很像一個荒島 這個荒島有一雙眼 有個耳朵都聽到外面的聲音 有個口可以說話 但我不知道對方是怎樣的 譬如我去到一個新地方 我不知道人是怎樣的 我有手 我伸出來握手 但是我除了之外 我打到口鼻 我的手 我感覺到一些東西之外 我不知道他內心世界 譬如你去到一個新的學校 新的工作地方 你知不知道有人喜歡你 知不知道 不知道 直到你接觸才知道 所以我們在某程度 是一個荒島來的 一個孤島 一個孤島 他一個島 他一個島 這個很多島 但是我們大家聽得多 認識得多 開始認識得多 越熟就越認識得多 我認識我太太就很多了 所以我們已經不是孤島 已經是很有聯繫 越是多聯繫的人 他越是有安全感 越認識自己 越認識自己 越認識別人 做人開心很多很多很多 越是跟人沒有關係的人 又不敢伸手出來 又不敢說話的人 就覺得做人好像 真的很像孤島的感覺 好像很大距離 所以不敢說話 糟了 出來說話 不知道人家是否接受 會有這種感覺 我這次的說話 就是希望幫助大家 能夠放心 去將自己分享出來 但是你根據那個人 你可以分享到什麼程度 不是鄧一鑊 就是什麼都爆出來 未必是最好的 這個知覺靈講到有五樣東西 第一樣 就是行動 他用英文比較容易記 I act 就是我做的 包括以前 現在 過去 即是以前 現在 和將來 三樣 我講例子 大家聽聽我說 為什麼講這些那麼重要呢 譬如很簡單說 譬如 你見到一個人回來教堂 然後你見到他很累 他又不出聲 那你就一直猜 糟了 他今天這麼不出聲 不知道是否生氣了我們 他今天發生什麼事 是否會想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他說 我昨晚要開夜 我要說很多事情 我昨晚沒有夜才睡覺 所以我今天累了 那他說完之後 那你是不是會放心很多 放心 你不會這麼擔心他 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氣了我 你不喜歡 是的 那你 原來他講我做過什麼 譬如你吹完街回家 你回家有沒有告訴爸爸媽媽 我今天做過什麼 沒有 沒有 因為怕他一會兒 不敢 不讓你去做 有時候有些禁止 但是原來 如果可以能夠說多一些你的事情 那些開心的事情 有沒有說給朋友聽 開心的 有沒有回家告訴爸爸媽媽媽 有 有 那是好的 有是好的 因為他覺得 可能他覺得不夠 那我今晚回去做多一些 哈哈哈哈 但是呢 因為每個人的看法不同的 可能你覺得有做 對 但是他覺得 可能做得不夠多 是的 那你做多一些 那他就會歡喜 我知道 聽了你媽媽說 是喜歡你做多一些的 哈哈 原來我們做什麼呢 講給人家都很重要的 這個是第一步的溝通 所以你 譬如有時候你上學 那些讀書 怎麼困難 或者你上電腦 發現一套新的東西 很有用的 那你爸爸媽媽 可能不懂電腦的 不過你說 哇 我發現了方法 幫助我做些什麼 更加有效 那你告訴他 可能他不太會聽 不過你說 我只是告訴他 我很開心 我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 那可能他會聽到 會覺得開心的 你有沒有這個習慣 將你做過的事情 告訴別人 有 一時一時 一時一時 那你嘗試 就算那個人跟你關係 不是最好 你說得多 他都開始感覺到 你是怎樣的人 會不會好些 不會 但因為我們有時候 不想說 不想管 是的 那累就是一個原因 不說 不想聽 懶 有時候不想聽 懶 懶 那我就想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人的關係重要 啊 因為我 現在這陣子 會沒有心機 那我就想 休息一下 人需要休息的 不過 如果我每天都需要休息的時候 就是 我用心機跟你說 其實就是沒有心機 就是 譬如某個情況 就很有心機說 但是對某些人 就不說 那就是沒有心機 那我想問你 其實哪一件事重要 就是人的關係 因為我們能夠在這一陣子 可以靜一下 閉上眼 養一下神 又不想說話 如果每天都是這樣 你覺得哪一件事重要 人的關係 平衡不了 要平衡 是不是 人的關係 還不重要 還不重要 其實我們每天都回家 如果見到父母 只是她 嗨 然後我進了房 她就知道 她有你的存在 不過呢 你的存在就是 又來嗨 接著吃飯 就拿飯吃 那麼就 個個就在看著電視機 好 接著吃完 就回房 做自己的事 那時候呢 是不是那個聯繫好笑 那時候呢 就很溫亂 是不是 還有你將來結婚之後 都一樣 有些說不是的 其實結婚不是的 我的同輩呢 我們很好聊的 我們聊到雞竿不遜的 那你結婚之後 都會這樣 但其實我告訴你不是的 因為在婚姻裡面 你相處了久了 你就發覺好像 跟對方相處 有些跟你爸爸 跟媽媽差不多 他有時候呢 對方好像 好像媽媽那麼不醜 有時候呢 他好視地方 好像他爸爸那樣 控制你 有時候 那些地方呢 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說 很多年輕人說 我和爸爸媽媽很難溝通 但我和我朋友 雞竿不知我們 都不知多少人說過 如果出去縮營 整晚不能睡覺 聊很久 就想著我們結婚之後 都會這樣 但天天發覺 原來就不是這樣 所以原來溝通很重要 就是我們已經說 我們做過的事 現在在做 和正義做的事 譬如我現在出街去哪裏 說給我聽不聽 是很好的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 對不對 不過有時候因為害怕 因為害怕 說了之後 可能不准去 所以害怕了 不敢說 所以現在有要溝通 溝通到的時候 有種安全感 就是能夠溝通 反正都是出街的 知道是不是會好一點 我想問這裏有 很贊成 這裏有幾個人有這個習慣 你會說給家人 你做過的事 或者正義做的事 會 不一定說完 不過會說一部份 起碼說一部份 有幾個人有這個習慣 這是好的 有這個 有這個 我們知道 就試試說多一點 不是的 你在學校 好了 下一個 就是身體感官 身體感官 就是眼耳口鼻 手 皮膚 就是感覺到的東西 這裏有什麼好說 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我見到你今天很開心 我見到你的樣子很開心 我見到你笑得很開心 是的 笑得很開心 你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然後 你可不可以看對方笑一笑 教人說 等一下 你跟著 你回應 你見到他笑的時候 你有 譬如說 我見到你笑得很開心 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他的笑容 可以嗎 給我講 你可以說有口句說話 可以 你笑吧 到你說了 你叫我笑得很開心 謝謝你笑 謝謝你笑 你笑得很開心 不用 AND 你笑得很開心 我現在很開心 我看你笑得很囂張 你笑得很囂張 笑得很囂張 你笑得很囂張 你笑得很囂張 剪一條錢 你笑得很囂張 剪一條錢 好了 原來呢 我們說給別人聽 我們看到她們的面容 或者說 我握手的時候 我試過有些人 我試過有些人 把握手說 你的手沒瘟呈 我試過有時不太溫暖 不過有些人很溫暖 給我感覺很舒服 即是覺得他很潔能 即是說原來我們握手的時候的溫暖 他都會感受到 原來我們心體的感受 例如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將要放綁 你的心會怎樣 那時候 原來我們的煩氣有任何事情發生 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們身體是很自然地有反應的 會有心跳 會有出汗 會有震 會哭 會哭 原來身體的反應 是顯示出這個人內心所經歷的事 那如果我們和人分享的時候 人家會感覺到我們內心是怎樣的 即是這個講到 就算一些很簡單 聞到你煮的飯很好吃 那些菜很好吃 都是媽媽會不會在心聽到 會 一定會在心聽到 好了繼續 好 那這些原來 原來我們發覺 很多我們這些溝通就少 好像那些 有些其他不太想溝通 他們就溝通很多 好了繼續 第三 是思想 思想包括看法 這個很多人都說的 譬如說你覺得這個世界很好 因為你吃東西覺得好吃 很多人都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 這個覺得 就不是feeling 不是內心的感覺 是認爲 是認爲 是信念來的 信念 應該是信念 是一個thinking 我們通通是有很多thinking 很多思想 譬如說 我覺得做人 信人數真好 我覺得有人數真好 我覺得有爸爸媽媽真好 譬如說我覺得我太太對我真好 這些就是我 其實我好聰明 我好聰明 是聰明 是聰明 阿仲恩很聰明 因為他一定會學到這些 是吧 你知 OK 即是我們的thinking 包括我們的信仰 是thinking 但我會這樣說 我們知道聖經很多 但真的比聖經的影響 未必有很多 即我們未必真的好想 好 然後 然後就是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都是很重要的 即是意圖 那爲什麽意圖是很重要的 我想吃飯 是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想吃飯 回來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你看電影 就看很多 電視 很多劇本都是這樣的 那個太太說 你都不陪我的 你經常都不和我一起 你都不理我的 其實他想說什麽 我想你陪我 是的 我想你陪你 但這兩句話 我想問你 你都不陪我的 和我想你陪我 哪句話聽上去是舒服的 第二個 我想你陪我 我想你陪我 是不是舒服很多 是的 但你都不理我的 其實就不是說我 是說你 代人 其實那個丈夫 是不是一定不理她 不是 這是她的看法 她覺得她丈夫不理她 但當她判斷她丈夫 說她丈夫不理她 但是她的後果是什麽 她的丈夫更加 不理她 對 因為有時有些這樣 有時有些 有些太太會這樣 當她理她的時候 她就說 都不知今天有什麽動機 又找我出街 不知想什麽 就是這樣說的話 那個丈夫聽到會怎樣 很傷心 會傷心 做又不行 沒有做又說 又不理我的 對 你有否發覺電影有很多這樣的對話 有 經常做又不對 不做又不對 總之 是不是都講負面 對嗎 原來講正面 就是 我很想你陪我 原來是有一種很好的影響 我想你跟我一起做一個什麽 或者我想跟你做什麽 其實都好 但很多人不敢說這句話 為什麽呢 驚拒絕 是 驚拒絕 還有就好像覺得很瘀 好像我想你 好像我很沒用 我很軟弱 我想你陪我 我需要你陪我 有些人就不敢說這句話 但這句話是很好 尤其我可以說 男性很難說這句話 就是好像覺得 我想你陪我 好像覺得自己很需要你 好像覺得自己很低 第二個代表的樣子 女性也有時難說這句話 為什麼說出來呢 所以很多女性喜歡用扭計的方法 和她的家人 就不會說我想什麼 所以原來想都是很重要的 第五就是感覺 這個感覺包括有這麼大類 這幾個字用英文記好人記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那就比較容易記得 Glad 就是開心、興奮、平安 就是總之好的感覺那邊 正面的 正面的 二就是 Sad 憂愁、煩惱、孤單、不安、沉悔、灰心、混亂 即是很多負面的 不是憤怒那類的感覺 第三就是憤怒、發怒、激氣 第四就是怕、震驚 第五就是羞恥、內疚 有些人說 說給人聽 我有這些感覺 好像覺得很… 好像很多感覺都不… 有些正面有些不是很正面 那你說好像覺得說出來不太好 我講個例子給大家聽 譬如有個學生準備 在這裡準備考試、讀書 讀書的時候 她爸爸媽媽過來問她怎樣 她說沒事沒事 養得很好 她爸爸就說 好了 你養好 那你自己做吧 但是如果她說 我很害怕 明天考試不知怎麼辦 不知考不考到 她爸爸會覺得怎樣 知識他 很高興 原來你這樣 那你聽見我都很窄 很慌慌 很慌慌 不是呀 她信她去讀書 她就讀書 她就讀書 我女兒都是 我女兒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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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都會緊張 那些人會緊張 就是和我一起問出來 會緊張 會緊張 OK 好 我講給大家知道 就是講感覺 是會有可能正面和反面的反應 這個是我們都要學習的反應 正面的反應 你先講的是反面反應 比如說她說她擔心 那你就死了 你擔心我更多擔心 我就越來越擔心 所以那個兒子就不敢說她擔心了 那我想問你 那個兒子是不是真的擔心 擔心是否正常的 考試 正常 正常的 他不擔心就糟了 就是 文房倉 好 好了 即是說父母聽到兒子 你說擔心 其實不用一定覺得很大件事 或者一定需要去解決 反而她那一陣子 她覺得她的人 有一種孤單感 因為她要考試 她沒有人幫她 於是她就要她說出來 其實那一陣子 你就告訴她 就是 我沒有支持你 我覺得你很好 你很乖 很勤力 我相信你是會做得好的 有些鼓勵或欣賞 我很欣賞你這麼勤力讀書 其實對她的鼓勵 她可能會做得更加好 就是有時候 如果她什麼都不說 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候 怕怕的 她什麼都不說 她什麼都不說 就是說兒子什麼都不說 好像覺得有種距離 所以正面的看法是什麼 正面的看法 當對方說出一些感覺的時候 我們正面就是會說 去回應她 去關心她 聽到她 立即想 如果我是她 我可以說什麼話去安慰 但千萬不要說 快點去補習 這就是解決 她就會不敢告訴你 因為她說真的 你當然叫她補習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她經常都聽到 大堆的指示 我就是這樣做 是的 很簡單 很簡單 譬如你告訴我 你老公什麼什麼 我聽完你之後 馬上在教你 你回家怎麼對對老公 你未必覺得最舒服 但如果你說 我老公 有些時候我擔心她 我說 都會覺得不開心 告訴我 有什麼不開心 是不是會覺得舒服 一些 這是折納 折納人的感覺很重要 一會兒跟我說 折納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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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教人 很快教人 回應她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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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她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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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她的感覺 認同她的感覺 那什麼意思呢 了解 就是說 她說很害怕 你說她怎麼害怕 你害怕什麼 你擔心什麼 問她 讓她說出來 她說很害怕 她說我很努力的 我都可能考第十 不過我媽媽想考第一 我怕考不了第一 那你知道 原來她考不了第一 所以她有這種壓力感 當我們了解她的時候 就知道她是擔心什麼 了解她 然後認同讀書 是會擔心的 是可以的 不是 我覺得我只要 打遊戲打輸了 我覺得她擔心過你 那樣 她輸了 跟她擔心班學的成績不好 她擔心打遊戲 打擔心就不高 是的 是的 這個 我知道 她打遊戲輸了 她往第一位 導書往第二位 是的 我知道 那她不擔心 這個是父母常有的情況 來的 父母看到兒女打遊戲 就會很擔心 是的 你越叫她不要打她就越打 你越禁止她打她就越秘密打 是的 她就會在被子底下打遊戲 你就會控制她 是的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怎樣是最好的方法呢 最好的方法呢 其實第一就是 對她的人真正關心 不是經常逼她要讀書 經常都說要考試讀得好 就是不只是這些 關心她整個人 她說什麼都關心她 她說她自己寶貴 她可能會發揮她生命的機會 更加大 這個機會 你越叫她做什麼 她可能不聽 但是你欣賞她 可能會改她的機會 而且如果她有耶穌 她會給耶穌的愛去改變 也會更加大 但是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是不容易的 就是通常越 越催逼她就越不改 但是你關心她 我又不是說你沒有催逼的時候 不過不要時時都是催逼 那她就次時都會不是這樣 就是她就會很怕跟我們溝通 就是我們是回應她的需要 回應她的感覺 但是我現在說好像都真的 但是我會告訴大家 首先你嘗試一下這五樣東西的溝通 我們今天不是去和你解決了這些 咱們的問題 這個咱們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我只是說你溝通的時候 可以說這五樣東西 還有要聆聽的 今天我們要請看 是你還有一遍 我們也要再拍一下 不要再拍一下 我也要拍一下 我們要這樣也要拍一下 我們要拍一次